全能神说 多少年来 人的传统信法就是看圣经 离开圣经就不是信主 离开圣经就是邪教 就是异教 即使看别的书 也务必是在解释圣经的基础上的书 就是说 你若信主就得看圣经 不可在圣经以外 再崇拜别的不涉及圣经的书 否则就是背叛神 自从有了圣经以来 人信主就成了信圣经 与其说人信主了 不如说人信圣经了 与其说人开始看圣经了 不如说人开始信圣经了 与其说人归在主的面前 不如说人归在了圣经的面前 这样 人就把圣经当作神来拜 当作自己的命根子 若没有了圣经 相当于没有了生命 人把圣经看得与神一样高 甚至人把圣经看得比神还高 若没有圣灵的工作 若摸不着神 这都可以活下去 但一旦失去圣经这本书 或失去圣经里的明章明具 人就像失去生命一样 圣经成了人心目中的偶像 也成了人头脑中的谜 人简直没法相信 神能在圣经以外另做工作 也没法相信 人离开圣经就能找着神 人更没法相信 神会在最终的做工中 离开圣经重新起头 这些人都难以琢磨 不可相信 但又不可想象 圣经成了人接受 神更新的工作的一大拦阻 成了神扩展更新工作的难处 阿门 感谢神 相当神的话 把我们信主时的情形 给揭示出来了 以往我在宗教里信主时 认为信圣经就是信主 甚至把圣经看得比主还高 把圣经里的一些经典明具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尤其在迎接主来的事上 我持守圣经 却不注重听神的声音 听见有人见证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全能神 发表真理 做了末世审判的工作 我也不寻求 差点错失迎接主来的机会 是神的奇妙带领 让我迎接到了主 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谢谢 2001年我受洗 正式归向了主耶稣 并积极参与教会里的 各样事工和服饰 可渐渐地 我发现牧师讲到老生长谈 没有一点心良光 还摊在教会里的钱财 同工之间 争名夺利 勾心斗角 看到这一幕幕啊 我感到很失望 就退出了教会的服饰 在之后的几年里 虽然我也读经祷告 但心灵深处 却常常感到空虚 我就开始寻找出路 希望能找到 有圣灵做工的教会 或者属灵人 能够解决我心灵的空虚 2018年 我在网上认识了李姊妹 她告诉我 她正在考察全能神教会 并说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全能神 让我一起去考察 听后啊 我很吃惊 心想 牧师长老常常给我们讲 圣经是基督教的正点 具有绝对的权威 信神就是根据圣经 离开圣经 就是异端 全能神教会讲得到 已经超出了圣经 不管他们讲的道有多高 一定做到 不听不看不接触 想到这些啊 我就拒绝了李姊妹 可拒绝后 我心里却很不平静 心想 主回来这可是大事啊 我就这样 盲目地拒绝寻求考察 这何处的心意吗 主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听到主回来的消息 应该虚心寻求才对呀 可一想到牧师长老的话 我就不敢考察 那一晚啊 我是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心里不断地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迷茫中 我来到主面前祷告 求主带领引导我 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之后的几天里 我就在网上 一直查找 有关全能神教会的 信息和资料 当看到有些负面信息时 我就有些犹豫 要不不考察了 可又一想 主回来了 这可是大事啊 我不能光盲目地 听别人怎么说 人云亦云的 我得实际地考察考察吧 于是我就去搜索 全能神教会的网站 在网站上 我看到一首诗歌视频 基督的国度 是温暖的家 看后觉得呀 这首诗歌很温暖人心 一下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我就继续浏览网站 发现全能神教会的 视频电影很多 种类还特别丰富 像合唱专辑 MV 诗歌视频 神话语朗诵视频 还有啊 福音电影 经历见证视频等等 发现这些电影视频的话 很新鲜实际 听后 真受感动 我就开始 一步接一步地看了起来 那个礼拜呀 我看了十几部电影视频 发现这些电影 交通真理很实际 很透亮 把宗教界 为什么黑暗荒凉 没有圣灵做工 还有我们到底 应该怎么迎接主的再来 都说清楚了 还交通了 神祝福什么样的人 惩罚什么样的人等等 解决了 我信主这些年来的 一些困惑和难处 看了全能神教会的电影 觉得这些电影 都让人挺得益处和造就的 我就不由地开始思考 全能神教会并不像异端呀 如果全能神教会不好的话 怎么能拍出这么多 让人生命得供应的电影呢 其他教派都说自己是正统的 是主耶稣基督的教派 但也没有看到他们 能拍出这么多 见证神的好电影啊 我又想到啊 之前牧师长老说 中国大陆各宗各派 有很多真心信主的人 都接受了全能神 就连海外很多国家 也都有全能神教会 这让我想起贾玛列说的 他们所谋的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阿们 出于神的比兴旺 我越想越觉得 全能神教会 很可能就是出于神的 但是呢 我心里还有很多疑问 这些电影当中 总是出现 画在肉身显现这本书 那全能神教会的人 为什么不读圣经呢 这不超出圣经了吗 以往在教会中 牧师长老常说 圣经是基督教的正点 具有绝对的权威 我们信主 最主要的就是根据圣经 离开圣经 那可是一段呀 我死来想去啊 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啊 我想起主耶稣的话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阿们 我就告诉自己 既然有人传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那不管我心里有多少疑惑 哪怕是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我都要去寻找那一丝希望 不能再错过迎接主来的机会 是 一天呢 我正在浏览全能神教会的网站 突然看到 《走出圣经》这部电影的 一个精彩片段 神做工是根据圣经吗 这个题目啊 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 打开电影来看 正好看到传非音的王子妹 正为一个牧师 你们刚才说 神不会离开圣经 做拯救的工作 凡是离开圣经的 就是异端 那到底是先有圣经 还是先有神的做工呢 我听到子妹这么问 就在心里嘀咕着 当然是先有神的做工 后有的圣经啊 是 王子妹说 起初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物 用洪水灭世 火烧索德马 俄摩拉等 当时神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旧约圣经呢 没有 我在心里默默地回答 没有 神是初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那时连文字都没有 哪有圣经啊 是 王子妹说 当时神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还没有圣经 也就是说 先有神的做工 后来才有了圣经的记载 是 还有啊 在恩典时代 主耶稣来做工的时候 也没有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 是在主后三百多年的一次宗教会议上 各国的宗教首领 从门徒记载主耶稣做工的事实中 选出了四福音 并加上 使徒们写给众教会的部分书信 以及门徒约翰记载的启示录 他们把这些汇编在了一起 就形成了新约圣经 是 我们从圣经成书的过程中 就可以知道 是先有神的做工 后来才有圣经的记载 如果没有神的做工 也就不会有圣经的记载 也就是说 神不根据圣经做工 也不受圣经的限制 神是根据他的计划 和人类的需要 来做他的工作的 是 所以 我们不能把神的做工 限制在圣经里 也不能用圣经 来定归神的做工 更不能说 凡是离开圣经的 就是异端 是 接着 电影当中的杨子没有交通道 当初主耶稣 就没有根据旧约圣经做工 就像主耶稣讲的悔改的道 为人医病赶鬼 不守安息日 饶送人七十个七次等等 这些都是旧约圣经里所没有的 甚至从外表看 是与旧约律法相矛盾的 当时的那些祭司长 文士法利赛人 因为主耶稣的说话做工 不合乎旧约圣经 就定罪抵挡主耶稣 如果我们说 凡是离开圣经的就是异端 那我们不是把神历代的做工 都给定罪了吗 是 听到这儿啊 我突然一惊 的确是这样啊 当初主耶稣 在安息日里传道做工 医病赶鬼 这些工作 在旧约圣经里 都没有记载啊 祭司长 文士 长老 就以主耶稣的做工 抄出旧约圣经为由 就定罪主耶稣的做工 是异端 最后 把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遭到了神的惩罚 是 这万一 全能神真是主耶稣的再来 我还持守 离开圣经 就是异端 那我不是 在定罪神的做工吗 这可是得罪神的事啊 是 想到这儿啊 我就有些害怕 不敢再顽固地 持守自己之前的想法 便接着往下看 看到传福音的姊妹 读了几段全能神的话 全能神说 圣经的实情是什么 人都不清楚 圣经只不过是 神做工的历史记载 是神前两部做工的见证而已 你从圣经里 并不能明白神做工的宗旨 看过圣经的人都知道 圣经里记载的 是律法时代与恩典时代 神两部的做工 圣经旧约记载的 是以色列的历史 记载了 从创始到律法时代结束时 耶和华是如何做工的 在新约四福音里记载的 是耶稣在地的工作 新约也记载了保罗的做工 这不都属于历史的记载吗 圣经属于历史书籍 你如果把圣经的旧约 拿到恩典时代持核 你拿着旧约时代所要求的 在恩典时代实行 耶稣要弃绝你 耶稣要定你的罪 你用旧约来套耶稣做的工作 那你是法利塞人 你如果现在把新约和旧约 套在一块儿持核实行 今天的神要定你为罪 你跟不上今天圣灵的做工 你持合旧约 还持合新约 你是属于圣灵的流以外的人 在耶稣时代 耶稣按照当时 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 来带领那些犹太人 带领所有跟随他的那些人 他所做的并不以圣经为根据 而是按着他的工作来说话 他不管圣经如何说 也不在圣经里找路 来带领跟随他的人 他刚开始做工 就是传悔改的道 而悔改这两个字眼 在旧约那么多预言里 根本题都没提到 他不仅不是根据圣经做 他又带出了更新的路 做更新的工作 他从不参考圣经来传道 他医病赶鬼的异能 在律法时代从未有人能做 他的工作 他的教训 他说话的权柄与能力 也是在律法时代无人能达到的 他只是做他更新的工作 尽管有许多人 用圣经来定他的罪 以至于用旧约圣经 来将他定在了十字架上 但他的工作 却超乎圣经旧约 若不是这样 人又怎么能把他 定在十字架上呢 还不都是因为他的教训 他医病赶鬼的能力 在旧约里从未有过记载吗 他做的工作 都是为了带出更新的路 并不是有意来与圣经打仗 或有意来废掉旧约圣经 他只是来尽他的职份 将新的工作 带给那些渴慕寻求他的人 他不是来解释旧约 或来维护旧约的工作 他做工 不是为了让律法时代 继续发展下去 因他做工 根本不考虑有无圣经根据 只是来做他该做的工作 所以 他不解释旧约预言 也不按着旧约律法时代的话 来工作 他不管旧约怎么说 或与他所做的相合 或不合 他都不关心 他不管别人如何认识他的工作 如何定罪他的工作 他只是在一直做他该做的工作 尽管有许多人 用旧约先知预言 来定他的罪 在人看 他做工 没有一点根据 而且有许多 不符合圣经的记载 这不都是人的错谬吗 神做工 还用套规条吗 神做工 还得根据 先知的预言吗 到底圣经大 还是神大 为什么神做工 非得根据圣经呢 难道神自己 就没有任何权利 来超脱圣经吗 神就不能离开圣经 另外做工吗 为什么耶稣与他的门徒 不守安息日呢 若说他按照安息日 按照旧约那些诫命实行 他为什么来了 不守安息日 但洗脚 蒙头 还掰饼 喝酒呢 这些不都是旧约 没有的诫命吗 他要是按照旧约 为什么打破这些规条呢 你该知道 先有神 还是先有圣经 阿们 王子们交通道啊 多年以来 我们都把圣经与神 相提并论 都认为 神的做工 不能超出圣经 信神 凡是离开圣经的 就不叫信神 就是异端 其实啊 圣经只是 神前两部做工的 真实记载 也就是说 神创造天地万物 创造人类以后 神带领人类 拯救人类的 两部做工的见证 并不代表 神拯救人类的 全部做工 圣经里 记载神的话语 太有限了 只是神 生命性情的 点滴流露 并不是神 生命性情的全部 神并不依据 圣经做工 也不参考 圣经做工 更不在圣经里 来找路 带领跟随他的人 神的工作 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神要开辟新的时代 做更新的工作 就要给人 带出更新的路 赐给人 更高的真理 让人得到神 更大的救恩 所以 神不会按照 旧工作来带领人 也就是说 神不根据圣经来做工 因神不仅是 安息日的主 也是圣经的主 神完全有权力 超出圣经来做工 根据神自己的计划 和当时人类的需要 来做更新的工作 这样 神新时代的工作 和旧时代的工作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离开圣经 就是异端 这种说法 根本就不成立 看到这儿啊 我很蒙羞 是啊 这么交通 太符合事实了 恩典时代 主耶稣来做工时 就已经超出了 旧约圣经 这不恰恰在告诉我们 神是造物的主 完全有能力 超出圣经来做工吗 是啊 是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呢 现在看来呀 离开圣经就是异端 这种说法 确实不成立 我真是太愚昧无知了呀 我继续往下看 传福音的姊妹 交通的话吸引了我 她说 圣经只是神做工的见证 是神做工的计时 圣经里没有永生 这话 虽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 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啊 因主耶稣 早在斥责法利塞人的时候 就说过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主耶稣明确告诉我们 圣经里头没有永生 人如果想借着 查考圣经得永生是错误的 人要想得真理得生命 仅靠看圣经也是不够的 还必须到基督这里来 得真理得生命 听后啊 我恍然大悟 原来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没有永生 只有神是真理道路生命 只有神才能赐给我们永生 是 我以前读这些经文 怎么就没有读出这个亮光来呢 是呀 接着啊 我又看到传福音的姊妹 读了一段神的话 我来读吧 行 既然有了更高的道 何必研究那低的过时的道呢 既然有了更新的说话 更新的工作 何必还活在老旧的历史记载里呢 新的说话能供应你 证明这是新的工作 旧的记载不能使你得饱足 满足不了你现实的需求 证明这是历史 不是现实的工作 最高的道 也就是最新的工作 有了新的工作 以往的道再高 也都成了人回忆的历史了 再有参考价值 也是旧道 旧道是历史 尽管在圣书里记载 新道是现实 尽管在圣书里 没有一页的记载 但这道能拯救你 这道能变化你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阿们 阿们 谢谢 姊妹交通道 神的末世做工 在圣经里只有预言 没有事实的记载 但却是 神根据我们人类 现实的需要 做的一步 近身拔高的工作 就像律法时代末期 人类败坏越来越深 都面临着 被律法处死的危险 神亲自道成柔身 来在人间 定十字架 做了人类的赎罪计 神在律法工作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步救赎的工作 旧约圣经里虽然没有记载 但它是根据人类的需要 根据自己的计划做工 这工作不但没有废弃律法 而是成全了律法 在末世的今天 神也是根据神的计划 根据人类的需要 在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步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除去人的犯罪本性 拯救人彻底脱离罪的捆绑 将人带入永远美好的归宿中 全能神发表了 捷径人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把神经营计划的一切奥秘 都给揭示出来了 这些话语 是神在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从未说过的话语 也是神默示展开的书卷 打开的旗印 这正应验了 启示录的预言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还有啊 看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以得胜 能以展开的书卷 揭开那旗印 阿们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都收录在了 画哉肉身显现 这本国度时代的圣经里 这些丰富的生命言语 正是神默示赐给人类的永生之道 也是人蒙拯救的唯一途径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 那将永远得不到 神生命活水的供应 得不到神的真理生命 是 我又看到另外一部电影里 全能神的话说 我来读一下 默示的基督带来的是生命 带来的是长久的永远的真理之道 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 是人认识神 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 你若不寻求 默示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 得着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 踏入天国的大门 因为 你是历史的傀儡 是历史的囚犯 被规条 被字句 被历史的枷锁控制的人 永不能得着生命 永不能得着永久的生命之道 因为 他们得着的 只是持守了几千年的污浊之水 而不是从宝座之上 流出的生命之水 阿们 长风印的弟兄交通说 默示基督全能神 发表了捷径人 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这些话语是 丰丰富富 应有尽有 是神的全被供应 使人大开眼界 大掌见识 的确看到了 基督就是真理 道路生命 基督就是永生之道 阿们 神在国度时代发表的话语 远远超出了 神在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说话的总和 尤其是 画在肉身显现中 神像全语的说话部分 是神第一次向人类的公开表白 各种灾难 赏善罚恶 显明神的公义 威严与烈怒 是 全能神发表的 捷律人 拯救人 成全人的一切真理 就是神 默示赐给人的永生之道 我得跟上神的新做工 读神的新说话 才能得到 神生命活水的供应 得到神的全部救恩 紧接着 我主动联系了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又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 看见全能神把一切的奥秘 都给打开了 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奥秘 道成肉身的奥秘 还有圣经的内幕实情 把这各个方面的真理 都给阐明了 是 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 比我信神 这十几年得的都多呀 我就正式接受了 全能神的默示做工 谢谢 回想以往啊 我因受牧师长老的迷惑 把神的说话做工 都限制在圣经里 认为离开圣经就是异端 当听到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见证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我也不寻求 甚至还一味地听信牧师长老的话 持守观念 拒绝神的做工 信神却抵挡着神 我真是太愚昧瞎眼了 是神的带领 使我通过看全能神教会的电影 听到了神的声音 明白真理 放下了观念 使我不再迷信圣经 崇拜圣经 也知道了 信圣经并不是在信神 圣经里面 并没有永生 基督才是真理 道路 生命 只有幕后的基督 才能赐给我们永生的道 也只有信末世的基督 全能神 才能得到真理生命 这样信神 才能蒙神称许 我能迎接到主 全都是神的恩典与祝福 感谢神 对我的怜悯与拯救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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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